董立杰领导的武汉理工大学团队于2023年3月5日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题目为通过连续制备工艺实现高能量密度全有机界电薄膜 这篇研究论文报告了一种完全可扩展 米级高优铁电聚合物机全有机复合薄膜 该薄膜由一种基于聚对本二甲仙对本二甲酸仙压案的流动性聚合物 F-PETA使用熔融挤出连续加工技术制程 引入F-PETA改善了挤出性能 促进了结晶并诱导了PVDF的非极性到极性相变 仅含2%F-PETA的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12平方米每小时的生产率和20.7交2每立方厘米的超高U 优于文献报道的其他挤出界电聚合物 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熔融挤出连续加工技术 开发了一种完全可扩展和高性能的铁电聚合物基全有机复合薄膜 然而由于该过程仅在实验室规模上进行了测试 因此可能会出现可扩展性和再线性方面的潜在问题 该研究领域的未来方向可能包括进一步优化过程 以提高可扩展性和再线性 以及探索这种高性能聚合物复合薄膜 在电子和储能等各个行业的潜在应用